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9号 抵达法国首都巴黎 应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奥朗德 和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主席 法比尤斯邀请 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活动 当地时间下午30 30分许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 抵达巴黎奥利国际机场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不出舱门 受到法国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 王沪宁 栗战书 杨洁篪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法国大使翟骏也到机场迎接 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全称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1次缔约方大会 即京都议定书第11次缔约方大会 将于11月30号至12月11号在巴黎举行 在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活动后 习近平还将对津巴布韦和南非 进行国制访问 并赴南非约翰内斯堡主持 不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K